神通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力量 神通是不能依赖的 为什么叫中性 因为神通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是中性的 是不可完全依靠的 所以菩萨让我们不要去依靠神通 追求神通 让我们修的是真正的 能修出悟性来 而一味追求这些神通 没有什么好处 也没有什么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师父有神通是为了让人家相信后 通过念经修行 修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师父是在救度有缘众生 如果所有的人都真正的觉悟了 而这个神通对我来说还有什么用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佛力加持不可思议 经文组合小房子灵验无比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今天下午孩子中午吃饭时卡到鱼刺了 很惭愧 先生和孩子还没有吃素 在医务室拔出来一根刺 但孩子还是说疼 下班之后带孩子去耳鼻喉科检查 拍片显示喉咙附近那里扎了一根刺 医生尝试了好几次 换了几种方法都拔不出来 我有点着急 于是我先念的七八二九心灵密码 请菩萨保佑孩子平安 接着转了部分功德给孩子 最后许了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给孩子的药经者 刚许完不到一分钟 那根刺就拔出来了 快得不可思议 有佛法就有办法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把这么好的佛法传到人间 学佛是佛啊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爸爸想卖一辆挂车 卖了好久没卖出去 别人不是嫌大了 就是嫌小了 总不合适 我就说 帮爸爸放收五百块的黑鱼 放生那天有点小曲折 但也顺利放生了 没几天 爸爸说有三个人要买车 有一个人 还是看了爸爸一年前贴在电线杆上的广告打电话来的 这都一年了 居然还能看到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 车子以最理想的价格卖了出去 爸爸也更相信菩萨 相信佛法了 无比感恩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心灵法门为学业助力 一 节目精彩摘录 十 为英考的孩子念经 脑子绝对要干净 选自2012年7月1日悬疑问答 卢台长 你好 嗯 喂 我 李卢台长 我有几个问题 要请我明天 啊 我 喂 卢台长 你说大神 好 你说 现在是你说 不是我说 啊 我现在是这样 呃 我那个我子啊 今年考大学嘛 我就按你的办法 就在外面 然后给他那个送金 送那个薪金 还有总及薪照 在学校 外面 就跟我 跟我老婆啊 他自己 我孩子自己也送金 所以他 本来他 他 他一麻二麻 都考得很好 嗯 考得是一种的成绩 成绩 嗯 然后最后啊 高下来的时候啊 就 两 一上 还 还考不上 所以 这个 这个老师啊 学校啊 都不相信 所以现在学校啊 就 谁的心情 去 去查 那个风事啊 嗯 嗯 所以我问一下 是不是我们在那边 送金的时候 这个方法 错了 或者是有什么灵性 在那边 哎 我可以告诉你 我警告你 你跟你老婆两个人在门口 如果送金的话 会有很大的危险的 第一 这个地方有没有灵性 听得懂吗 第二 我平时不是跟你们讲吗 叫你们在家里 在烧香 刻头笔 烧香念经 送金给他 用不着在门口的 哦 嗯 而且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眼睛 看看这个女人 看看那个女人 我告诉你 孩子就 思想都会分心的 因为你在念经的时候 你等于在控制他的思维 你听得懂吗 哦 哦 你眼睛多看又看 像你这种人 像你这种人会不看女人的 台长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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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错了 现在 我早就跟你讲了 这种事情不能玩的 帮自己孩子 念经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绝对干净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如果每个人都能像师父一样开悟 念经修心 你们说 还要神通有何用 神通的目的是救人 但是也救不了人 所以叫忠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